大家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這個就是椅子 那位偉大的人士就是我的母親 大家一定覺得我很不休 他在那邊用,啊我在這邊看 因為我真的沒有聞過 剛剛試用了一下才知道什麼 然後就讓他擠 等一下我就幫他扛一下 大家應該很好奇,破這個要來幹嘛 就是因為這個是熟的椰子 所以等一下剖開 那裡面的椰子肉 拿完之後呢 就可以來做所謂的椰子 大家應該沒有看 我現場做椰子也長得一樣了 等一下熟的 就會來給你們看 我的媽媽呢 椰子肉 這個就是昨天剖開的椰子 現在要剖開它裡面的肉 有沒有,這個就是裡面的椰子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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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蠻好玩的 還蠻好玩的 不過,要小心手還滿滿的一點的 不要推在裡面 要小心 喜歡那一種椰子 要小心在那裡 要小心在那裡 要小心 要小心啊 這個如果弄到的話 可能就會 皮就會不掉 但是還不會對到斷掉那裡 休閒 對 現在去把它的姜擠出來 一盆白白的就是剛剛擠出來的椰子 因为刚刚是泡水去把它取出来 所以现在要让它放着 它会慢慢浮上一层很白的一个椰浆 那水就会沉淀在下面 但是那个还不够 因为还要加一个步骤 就是等一下要加一锅开水在里面 你加了那一锅开水之后 它会慢慢产生一个变化 它会把椰浆变成一个油性的东西 开始这样子之后它就会产生变化 等一下我就要带你来看 它会变成这样 这个是经过四个小时后的变化 你们能看到越来越泡泡越泡越多 就是所谓的这边的 让它生油出来的意思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它去晒太阳也可以 不用加热水也可以 但是因为没有人去一直去顾它 所以真的很好用 加热水让它放着 这个刚刚说过了 已经放了四个小时产生的变化 所以这个是要放到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才会把它来除 上面它这一层摆卖这个 然后我们就等到明天了 明天早上来又乱粉 我们就会把十分钟打开 再推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那个就是刚刚我们建的油 那个油其实已经这样 就是已经可以把它倒在瓶子里面了 因为它其实已经沉淀了 它的颜色呢本来就偏白 不会像一般的沙油比较偏黄 它如果拿来煎鱼 可以保证 那个油会非常非常好吃 但是这边要提醒大家 如果椰子油煎完鱼的话 基本上它真的是 過一次而已 没办法再第二次 基本上油都是这样用 但是椰子油 它就是这样子 只能用一次而已 所以会非常强 那小哥的影片就非常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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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